今天我們要問的問題 很多人說奇怪 那台語很多歌 比如說要抗摸音 有的人抗摸音 抗不斷抗不漂亮 要抓牌的 來 我們請到的民謠老師 媽媽請你啊 阿嬤對 阿嬤 如果沒有打聲不停 喔 還有 不好意思 原來他一上台之前 就先吸飽一口氣 對不對 厲害厲害 沒有啦 這是平常練的啦 真的 其實我們每一個唱歌的 如果說不音你卡著的長 或是轉音轉得好的 都覺得唱歌非常驕傲 所以到最後也沒想到都要抗很長的 但是我以前粗粗出來唱歌 都抗不長 然後我就要做嘶嘴 在看看卡通的時候 就看到那個泰山 泰山 泰山不是在召喚 對 他在召喚他的夥伴的時候 美安姐你看 你的氣這麼長對不對 欸 剛剛是我的聲音還是你的聲音 你的聲音啊 真的嗎 其實美人姐 你不能看 其實這個聲音是從我們的丹田 還有氣的結合 那是一個沒有壓力不知不覺 但是其後我們在唱歌的時候 我們如果把聲音放下去 唱歌裡面 怎麼繞不回來了 所以你看 有時候我就把它連結起來 所以這個方法叫 泰山召喚練習法 好 我們來練一下 好 來 媽媽請你啊 阿布丁 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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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看你氣可以很長 是因為我們的丹田裡面 還可以去砍的 怎麼 轉音哦哦哦哦哦哦 就可以把我們再拉長一點點 用這裡去控制 對 哦哦哦哦哦哦 其實尾音它不是只有放氣而已 氣出去 還要你的丹田去 好像在放風箏那裡 因為 而且 魚 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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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長哦 好厲害哦 都不用花錢就可以學到 在卡通裡面看到泰山的呼喚 原來是這麼簡單 我們平常就可以練對不對 對 就可以練對不對 多練習之後就會比較穩定 對 是 是 加油 加油 謝謝 泰山謝謝老師 謝謝